门缝外突然多了双眼睛 一只猫鬼鬼祟祟在偷看 突然它跳起抱住门把手 不停地扒拉着 它为何想打开这道门 房间里有什么呢 原来这只猫叫可可 正委屈地看着主人 帮个忙吧 打不开门呢 它跑到女主身边 女主人笑着说 你们闺蜜俩的感情像曾指 还是别捅破了 既然主人不帮忙 可可只能靠自己 它抱着门把手 左旋几下 又捏几下 没想到门还真被它打开了 原来纸箱内有一窝小猫 它走进猫窝内后 给小奶猫清理卫生 难道是它的孩子 小猫的颜色 可完全没斑纹 两只白色一只黑色的 可可突然紧张起来 后背发凉 一只蓝猫眼睛 瞪得比非洲蜗牛还大 原来它叫馒头 小奶猫是它的孩子 可可是馒头的闺蜜 它很无奈 一言不合就跟可可打起来 从前的好闺蜜 变成了仇人 可可舔着小猫 馒头却一巴掌打过去 能用心帮忙带娃的闺蜜 这年头哪里找 可馒头不想要 主人端来了肉罐头 想把可可骗出来 它闻了闻正想吃 主人却把罐头放外面 可可心里只有小宝宝 馒头按住闺蜜的头 能不能要点脸 可怜的可可 脸都被抓花了 接着闺蜜俩又大打出手 争夺抚养权欲演欲裂 女主只好抱走它 小奶猫毕竟是馒头辛苦生下来的 但可可很不甘心 躲在门外暗中观察 发现主人不在后 悄悄地打开了门 然后鬼鬼祟祟溜了进来 直接跑到猫窝里 主人带它来猫咪咖啡馆 想让它交些朋友 做个安静的姑娘 然而可可显得很暴躁 朝着陌生的猫嘶吼着 突然跟一只橘猫牛打起来 橘猫鼻子连中三拳 都被打蒙圈了 它站着自己手长 到处惹事 四处欺负别人 可可很不安 一直嘶吼着 它找到了女主人 希望带它回家 心里一直牵挂着孩子呢 看来特别委屈 女主为了少惹事 把它装进笼子里回家了 到了家后 可可第一时间来到卧室门外 进去后直冲到猫窝 接着又跟馒头打起来 馒头都吓傻了 兽医说馒头的小奶猫 激发了可可的母性 导致它整天想哺乳孩子 三只小猫也不够平分 那只能轮流照顾小猫 在三只小猫喝了奶 馒头给宝宝清理卫生后 这时它会出去吃饭 或者休息 再让可可进去带娃 这样错开时间 让两只猫都能当上母亲 馒头也会觉得 有闺蜜的帮助是好的 而且可可带娃特别用心 一点都不输给亲妈 当阿姨的没几个 有这么卖力的 至少要比猫爸爸负责多了 可可离开后 馒头就进来了 小奶猫也该喝奶了 主人抱住可可说 人家还没出来呢 你再等等 馒头在窝里忙碌着 可可在外面盯着看 就不能让我也进去吗 我可是他们的干妈呀 有时可可就守护在门口 焦急等待着 闺蜜俩似乎达成了默契 开始轮流照顾小猫 态度好了很多 第二天 没想到闺蜜俩和睦相处了 可可主动讨好馒头 我是孩子阿姨 过年 我给压碎钱 我给压碎钱